梁山有108位好汉 但是这108人中 真正能称得上是英雄的 却只有一个人 甚至能被称为好汉的也不多 更多的是庸人与恶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说下梁山唯一的真英雄 此人就是花和尚鲁志深 在解释鲁志深为什么是真英雄之前 我们要先给英雄一个定义 英雄不仅要有一身的本事 更是要福威济困 不畏强权 鲁志深在出家之前 是一个保家卫国的军官 在偶然中得知了恶霸镇关系 欺辱弱小女子金翠莲的恶行后 本想去威吓下镇关系 没想到出手过重打死了她 她的这次杀人 完全是出于帮助弱小 当鲁志深出家后 也为大闹五台山 而不得不去东京巷国伺逼惑 但是鲁大师却阴差阳错地 走到了山东青州地界 更机缘巧合地爬上了 刘家庄刘小姐的绣床 得知了周通的恶行 极恶如仇的鲁大师二话不说 直接就顶替了刘小姐 坐在床上等周通的到来 最搞笑的是 鲁大师当时还把自己拖得光溜溜的 然后骑在周通身上就是一通暴打 她的这次出手不仅帮刘小姐脱离了苦海 估计也给周通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 说不定以后看到床就直打哆嗦 间接就下多少女子 当然了 后面这句是玩笑话 当不得真 之后在东京巷国寺结识了林冲 在得知高崖内调戏林娘子后 他完全不畏惧高求的权势 准备出手教训高崖内 只是后来被林冲所阻止 林冲被发配后 鲁志申也是不辞辛劳 一路跟随护送 才在最危急的时候 救下林冲的性命 尽显大侠之气 有人说鲁志申就金翠莲和刘小姐 是因为他们的美貌 就林冲是因为他们是结败兄弟 那么鲁志申在瓦冠寺出手 攻击生铁佛崔道成和飞天夜叉秋小矣 就完完全全是出于江湖道义 这一僧一道两个恶徒 霸占瓦冠寺 强鲁梁家女 弃压老僧 为害良善 仗着山高皇帝远 将一片佛门境地 变成了乌烟瘴气的魔窟 鲁志申途经至此 原本只是想挂丹借宿 却无意中获得真相 即便此刻的鲁志申 鸡肠碌碌手脚无力 但是他依旧选择了出手 险些丢了性命 可以说鲁志申的侠义是不分对象的 他的眼中只有善恶之分 并没有亲书之别 当然了 鲁志申对于那些真朋友 确实是会更尽心尽力些 史晋与鲁志申 在搭救金翠莲的时候 就有了交情 之后更是帮助鲁志申 杀死了瓦冠寺的两个恶徒 自此之后 两人就成了生死兄弟 在得知史晋被抓后 鲁志申不顾个人安慰 担刀附会 前去营救史晋 虽然最后失败被抓 但是在大牢里 他和史晋一道谈笑复死 豪情让人侧目 除了对弱小同情 对朋友甘胆相照 鲁志申还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 在武台山的时候 他虽然是清规戒律 与满似僧人为武 搅闹得佛门境地 鸡飞狗跳 一片狼藉 然而对于自己的恩师至真长者 却是分外的毕恭毕敬 不敢有半点忤逆 在争方腊后 鲁志申再见师父 将自己积攒多年的金银彩段 全部献上 书中借鲁志申之口 特地说明了这些金银彩段的来历 弟子累经功赏 积聚之务 弟子无用 特地将来献那本师 以充功用 这句话不仅说明鲁志申是钱财入武 更说明鲁志申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 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师父 鲁志申这些行为 完完全全担得起英雄之名 那么除了鲁志申外 梁山还有哪些人可以被称为好汉呢 第一位 朱同 朱同原先是运城县的马军都头 是梁山上为数不多的好人 对朋友十分仗义 他在任职期间 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治安案件 包括朝盖团伙截夺生辰刚 宋江怒杀严婆西 雷恒家打白秀莲 但是这三件案子都事出有因 生辰刚是梁中书强取豪夺的民知民告 严婆西是因为对宋江进行勒索 而雷恒更是出于孝顺 才失手打死了白秀莲 朱同认为他们的罪责情有可原 在一番衡量后 朱同做出了违背职业道德的事 将这三位都放走了 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是犯罪 于是在私放雷恒后 向县令自首了 县令也是十分联系这个德力下属 只是轻怕了流放苍州 在苍州的时候 朱同甚至因为出众的外貌跟善良的心 得到了苍州知府儿子的喜欢 你可以指责朱同没有职业道德 包庇罪犯 但是你不能否认 朱同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汉 第二位 公孙盛 公孙盛是梁山元老之一 是个修道之人 他刚出场的时候 就很明确地告诉朝代 他要截夺生辰刚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笔不义之财 别人说这话可能是给自己脸上贴近 但是公孙盛确实有资格这么说 因为公孙盛的家庭条件本来就很好 书中公孙盛强调过几次 他家中是有田园山庄的 更何况他两次下山 每次都是只拿一些盘缠集合 可见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图富贵的人 更何况公孙盛是法师 他要是用法术的话 卢俊逸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公孙盛从来没对普通人用过道数 甚至他都没有亲手杀过人 在宋江上山后 他就知道梁山已经不再是那个行侠仗义的梁山了 于是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梁山 第三位 裴轩 裴轩这个人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 他的外号是铁面孔木 在上梁山之前曾任经兆府六岸孔木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法院审判长 裴轩为人刚正不恶 为了他心目中的正义甚至得罪了知府大人 因此被诬陷入狱 发配沙门岛 只是他在赐配的过程中 遭到了印马川盗贼邓飞以及孟康的拦截 他们杀散了押送裴轩的官兵 当得知裴轩的身份后 两人敬重裴轩的为人 将印马川的头把交椅送给了裴轩 裴轩上山后也不曾杀过一人 反而让山寨的风气焕然一新 裴轩在梁山昭安后 曾经跟随宋江征讨过王庆 并被敌人申请过 但是他宁死不归 气节也是满满 幸亏最后城中百姓起义 才救下他的性命 第四名 史晋 九文龙史晋本是富家子弟 但是个性十分豪爽 爱结交天下豪杰 在跟随王晋学武后 武功突飞猛进 打败了进犯史家庄的少画山抢盗 并且升起了首领之一的陈达 朱武杨春为了救陈达 自负双手来史家庄投降 史晋感慨三人意气身重 于是就放了三人并与他们结交 但是史晋结交匪徒的事 被庄里的猎户举报了 不得已之下 史晋联合少画山匪徒 击退了官军 但是此时的史晋并不打色落草 于是他踏上了寻找师父王晋的旅途 但是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只能去少画山落草 在一次打劫的时候 他遇到了画将王毅 得知了他女儿被贺太守强占后 史晋直接担任进城 打算营救王毅女儿 可以说是极具狭义感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 他在寻找师父的途中 也为盘缠用完 做了拦路抢劫的勾当 虽然不抢穷人 但始终是污了民间 这四人就是梁山上为数不多的 可以被称为好汉的人